免电级的软性男子与台女交往,期间却利用女友出门机会,只见女友的七岁女儿,十岁之位后又趁出游机会再犯,甚至抓住女童头部抢逼扣交。 事件曝光后,虽然女童希望软男官一个礼拜就好,但新北地院认为她罔顾人伦,金一强制性交,强制猥胁等罪判刑9年6月。 全案可上诉,判决指出,48岁的软男2011年6月某日到女友家做客,期间见女友外出送洗衣物,家中仅剩她和七岁女童,竟伸出狼爪指尖。 女童虽被母亲发现下梯流血,但因为心理害怕,故意说谎隐瞒,称是被玩具弄受伤,为了软男便本加厉再犯,隔月趁出游机会摸她下体,隔年2月间又强迫她口交,最后决定不再隐忍。 在母亲的陪同下验伤报案,法院审理时,软男便称没有做过这些事,矢口否认犯行,但医院验伤报告指出女童下体伤事不可能是玩具造成,女童前后证术一致,女童母亲也正称她确实为性亲一事道歉过。 说法最后未被采信,法院认为,女童虽然曾与警巡视表示希望叔叔被关一个礼拜就好,不要关太久,但软男为了满足个人私欲,妄顾人伦,危害程度飞轻,最后依其前后三次行为,判刑七年四月,三年四月和七年四月,合并应执行九年六月。 免电级的软性男子与台女交往,期间却利用女友出门机会,只见女友的七岁女儿,十岁之位后又趁出游机会再犯,甚至抓住女童头部抢逼扣交。 事件曝光后,虽然女童希望软男官一个礼拜就好,但新北地院认为她罔顾人伦,金一强制性交,强制猥胁等罪判刑九年六月。 全案可上诉。 是意图Ingameage分享。